请逃出教室 好可怕呀 大家别害怕 抓紧时间寻找线索吧 大家快看墙上的标语 得志提美懒 全面发展 懒字明显是后加上去的 颜色都不一样 让我把懒字撕下来 谁是童话王国最懒的 应该是黑眼魔王吧 你才最懒呢 回答错误 那就是大宝 回答错误 什么 还不对 头话王国谁能懒得过大宝和黑眼魔王呀 为什么这个懒字要用拼音呢 懒 懒 他问的会不会是 头话王国里最懒的人呀 啊 谁最懒呢 啊 我想到了 眼镜老师每天都穿着蓝色的套装 头发也是蓝色的 最懒的人应该是他 回答正确 猜出彩票对应人物 即可获得开门密码 啊 太好了 大家来刮彩票吧 豆包凶门 不想工作 怕门娃 抱恩狗子 我怎么一个都看不懂 先别着急 我们一个一个猜 豆包 豆包是谁呢 是大宝宝 手字母都是D和B 回答正确 哦 猜对了 我是豆包 哈哈哈哈 凶门 这个好猜 就是凶妹嘛 凶门凶妹 哈哈哈哈 回答正确 耶 猜对了 我也要猜 我也要猜 不想工作 这是什么呀 哎呦 好难 嗯 不想工作 比XGZ 是白雪公主吧 回答正确 憨 哈阿萌娃 一定是黑暗魔王 哈哈哈哈 回答正确 敢说我憨 这种个臭彩票 最后一张彩票 留个小朋友们来猜吧 谁是包吻狗子呢 回答正确 哈哈 答对了 就是白雪公主 高兴 你们获得开门密码 10086 大家有没有玩过 这样的迷失逃脱呢 快在评论区 和我们分享一下吧 取完数学英语 我扔 啊 嘿嘿 不用写作业了 大宝 还不写作业 老是没布置 哼 还想骗我 我这就把作业找出来 奇怪 怎么到处找都找不到 我都说了 老是没布置 我才不信呢 我接着找 我可不想让大宝 在我身上乱话 胖阿姨 千万别找到我 空调里好急啊 胖阿姨 快点找到我吧 好累啊 我还是歇一会儿再找吧 哎呀 急死了 不行 我要忍住 不能被胖阿姨找到 不好 我要帮小贝 妈妈 你去床上休息吧 在沙发上睡觉 多不舒服呀 不用 我不困 妈妈 你就去吧 我这是担心你 大宝怎么变得这么懂事 哦 我知道了 看我揭穿他 那你和我一起睡吧 这个抱枕可舒服了 不要 那样我会受伤的 原来 数学作业在这儿啊 哈哈 我找到你了 什么 怎么这么快就被找到了 现在还剩下语文作业 又一作业 他们在哪儿呢 不要发现 不要发现 看来不在这儿 吓死我了 啊 帕阿姨怎么走了 不行 我一定要让帕阿姨发现我 顺移魔法 帕阿姨 我在这儿 快来找我吧 照片看起来这么有点奇怪 不奇怪呀 妈妈 你是不是看错了 好吧 我接着找 好好我机智 小雪干嘛挪位置 真是太过分了 好热呀 把空调打开两块一会儿吧 妈妈 不要 好两块呀 这是什么 哼 哼 我终于出来了 你不是大宝的英语作业吗 怎么在空调里 帕阿姨 是大宝把我藏进去的 熊妹 你竟然出卖我 喊什么 你还有理了 给我把英语作业写两遍 我不写 除非你把语文作业小雪找出来 好 看我的 语文作业藏哪儿了 怎么到处都找不到 哈哈 妈妈 快认输吧 你是找不到小雪的 哼 我才不认输呢 小朋友们 你们知道语文作业小雪藏哪儿了吗 啊 我怎么自己躺下了 我不想玩游戏 啊 怎么回事 我的衣服 谁的恶作剧 我的衣服 小雪藏 小雪藏 怎么了 我最近总是不受控制做一些事 我们也是 精灵之力 啊 怎么回事 我也动不了 就是这样 感觉有人在操控我们 我要去找老师 啊 我怎么出不去 快看 有人不让我们单独行动 呵呵 好害怕 怎么回事 我好饿 快看 蛋白又出现了 啊 好伤人 不玩了 先吃了再说 我好像可以离开了 我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那我们怎么办 快看 我们可以回家了 终于可以回家了 这也太奇怪了 被我知道是谁会做剧 我一定要报仇 我知道是谁干的了 是谁 全是他 哼 昨天让我们困在外面那么久 我要报仇 我帮你们 这个魔法是希娜教她的 我有办法 哈哈哈哈 能控制别人的感觉太棒了 我让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什么 我的零食 点点点 怎么不管用了 呵呵 怎么回事 希娜 你的魔法怎么不管售后啊 不管用啊 哼 黑暗魔王 你来了 你们都知道了 我错了 看我的 啊 哎呀 好晕啊 哎呀 好晕啊 我错了 好了大宝 停下吧 终于停下了 谢谢小雪 不过 要不要原谅你 这样小朋友们做决定 小朋友们 你们来决定 我们下期再见 不好了 小精灵不见了 我找到一个动物猫 嗯 好眼熟啊 我找到一部手机 我找到打开的行李箱 倒是里面什么也没有 还有这里 花起一串酒穴 啊 有怪兽 大宝 别大急小怪的 我找到一瓶魔药 啊 有黑暗 谁啊 快跟上去看看 走 看 狡猿 和小精灵家的狡猿一样 看起来怎么这么像黑暗魔王的大狡猿 难道是黑暗魔王 这里也有毛法 和小精灵家的一样 这像是狐狸猫啊 啊 是艾莎 到底是谁啊 你们快看 搞定 好像比小巷中的更容易 这次真多亏了你的帮忙 难道是黑暗魔王和艾莎 他们一起抓走了小精灵 走 去他们家 看魔王 艾莎 快出来 干嘛呀 快把小精灵叫出来 什么 小精灵不在我这儿 也不在我这儿 你看这是什么 这就是你们抓走小精灵的证据 这脚印是我的没错 我刚才是去小精灵家找他了 看到门开着就进去了 可是他不在我就走了 我也是 去他家的时候他已经不在那儿了 那头像呢 这才是我的头像 我怎么可能用自己的丑照当头像 我也是 只用我自己当头像 看来真的不是你们抓走的小精灵 对了 这个狐狸头像应该是希娜的 你们可以去问问希娜 小精灵 你们怎么来了 小精灵其实是来帮我完成魔法作业的 是这样的 我正在家里准备行李 就被希娜喊来帮忙了 好了小侦探们 这下真相大白了吧 白气都一场了 不过很有气不是吗 最后麻烦换个头像吧 我那个太丑了 橘子是橙色的 红色和黄色可以合成橙色 我踩红色按钮 我踩黄色按钮 按钮我们踩 去吃橙子了 青菜是绿色的 黄色加蓝色可以合成绿色 黄色按钮 嗨魔王你快踩蓝色按钮 我踩不踩呢 我又不爱吃青菜 谁爱塞谁踩我走了 颜色合成失败 食物消失 我最喜欢的青菜没有了 可恶的黑暗魔王 怎么可以走掉呢 现在没有人和我一块踩按钮 我拿不到食物 怎么办呀 熊妹我们一块踩按钮啊 太好了 谢谢你艾莎 葡萄是紫色的 红色和蓝色可以合成紫色 我踩红色按钮 那我踩蓝色按钮 我们踩 太棒了 艾莎 我们快去吃葡萄吧 谁要跟你一起吃 葡萄都是我的 拿来吧 我的葡萄 艾莎怎么可以这样的 真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知道都没有 熊妹 别伤心了 我们一起来踩椰色按钮 双色是猕猴桃 猕猴桃是绿色的 这个熊妹知道 黄色加蓝色是绿色 爱牛我们踩 终于拿到食物了 葡萄只有蜜猴桃 我还想吃更多的食物 跟我走 我知道哪里有更多的食物 我格子里的算式是 4加6减7等于3 我按三下按钮 我的格子颜色变成了红色 番茄 糖果 草莓蛋糕 都是红色食物 都是我喜欢的 下一个是我 我格子里的算式是 5加7减8 答案是4 我按4加按钮 我的格子变成了黄色 我的食物是玉米 芒果 马卡龙 终于轮到我了 我的算式是 9减6加3 等于6 玩6下按钮 我的格子颜色是紫色 紫甘蓝 紫茄子 滋熟 我的怎么都是蔬菜啊 小贝好倒霉哦 还是看我的吧 我的算式是 9加8减10 这个数字也太大了吧 我还不会算呢 算了 我按5下 熊妹 你算错了 9加8减10 明明等于7才对 算错就没有颜色食物吃 我的肚子好饿呀 熊妹 我把草莓蛋糕饭给你吃 熊妹 我的芒果给你吃 我的茄子给你 谢谢你们 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算数 再也不算错了 大家也要好好学算数哦 我们下期再见